星期四,市已第三日下跌 8月至今首次出現連續三日下跌 技術上市況反覆大遠 而且50片線的防修性已面臨考驗 指數一旦跌穿50片線 技術上很大機會會進一步跌穿 今月10日的低位22743點 若一旦22743七首 10月的市將會扭轉成先高而後低 情況很可能會導致指數進一步向下走 不過我首先講明 由6月25日的低位19426 升到上9月19日的高位23554 市已升4128點 這個聲勢相當明顯 就算出現三分一的回吐 都是很正常 三分一回吐意味著的指數 最終會試一試22178點 即是說 就算市再向下跌多三兩八點 都是一個正常的調整 沒有甚麼大不了 不過個人的風險管理真的要做足 握貨少的當然是持營保態 如果握貨比較多或者比較重的話 那就要考慮自己持貨的能力和能耐 就算往後或者中期後市還是向好 你這一關過不了有時候 就真的沒辦法 先講指數 早段低開24點是22975點 其實這也是日中的高位 之後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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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最低去到22762點 22762距離今個月的低位22743 是差18點而已 收市那一刻是22835點 比對上日再跌多164點 成交今晚是652億 今日的大市的下跌 其實來說 都有少少負面的一些因素存在 當然不知 例如內地的測息 銀行測息又再進去扯高了 顯示得到中央暫時也沒有通過 易回購的方法 向市場上注資 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早前大家看到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這些一線的城市的樓價 相對往年來看 又再升了10多到20% 那就觸動了中央敏感的神經 如果樓市一升溫的話 一定會有政策富士 第一件事就不放水 不放水就沒有得動 沒錯 樓價在弓調之下 或調控之下 一直都是整固在水平 如果樓閒 由勇家去主導問題不大 但樓價一升溫的話 又再觸動一些熱錢流入 中央政府就會比較小心一點 我不覺得會用政策去打壓樓價 但是政策會規範樓價上升 這個很可能的機會就相當高 第二就是根據一些報道說 有五個國有的大銀行 其實來說 會是今年公佈出來的 上半年的壞漲撥備 可能比上年多了一倍 這是傳聞的 但是無論如何 幾隻國有的銀行 已經出現了一個技術上的轉弱 最低限度中宮建隆這四大行 股價已經跌穿了一個月來的低位 觸發了多多少少的指增 或者指蝕的股壓出來 但是無論如何 是不是全部下跌都不是 例如醫藥股的板塊就做好了 而且一些整固不前的 例如狗子 或者是李文造紙 指葉股又明顯上升 而且是逆市上升 始終內需市場仍然有資金追逐 不過當然知道 指葉股和若葉股 如果兩種選一種 我一定會選若葉股 剩下來就要看看 十月份下星期三就是期指結算日 下星期二就是期指轉倉的高峰日 即是下星期一和明天星期五這兩天 好創大戶會不會大舉反擊呢 就成關鍵了 機會當然不是那麼高 你要達過二萬三千五百三十四點再上 你以為真是那麼容易嗎 不過無論如何 暫時先看一條五十天線的防守性市 因為一旦有失的話 即是指數會進一步下市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三點 一旦這個關卡有失的話 技術上整個大市將會進一步向下限尋找月中的低位 以十月份無奈 形態亦都會扭轉成為先高而後低的格局 剩下五個交易天 我相信憧憬都不會太大 十月份如果真是先高後低也沒有大不了 只不過是承接九月十九日開始以來的 一個技術上的聲後調整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如果十一月初 如果承接十月底的市況 才能找低位又不是一件壞事 最終亦都會慢慢發展成為先低而後高 至於十月份不能夠上市二萬三千九百四十四十 比較可惜少少 不要緊要 就來待十一月份才在行 因為流動性資金仍然很充裕 利率最低 但是當然知道 十一月份三中全會政策怎樣出台 或者對樓市的調控力度到底有多大 這個才比較關注 樓價如果平穩發展的話 政策出台當然是正面 如果樓價升勢比較速 或者有少少炒作成分出來 中央一定是調控的了 但調控還調控 最重要都要保持7.5%的經濟增長 即是意味著大小可能少少反覆 但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裏 我接著要去金心水埗 明天再和你見